如富途所示 有一个木块在水平桌面上 受到三个水平力 F1叫9牛顿 F2叫做4牛顿 还有一个摩擦力 那木块处于静止的状态 如果此时把F1去除 求你摩擦力为何 那其实这个你就直接把力都写上去 F1 9牛顿 F2 4牛顿 此时之水不会动 代表地面有一个阻止向右的力 阻止右移的力 所以向左推 这就是摩擦力 此时叫做5牛顿 可以抵消 好今天突然把一个力去掉 就是把F1去掉 F1去掉就只剩4牛顿在推 那地面反而还是要阻止你左移 反而因为它变反过来了 变成摩擦力要变成4牛顿向右 这样就可以阻止你推到左移 相对静止 所以答案选4顿向右 B选项